美日澳德加五国战舰在菲律宾海演习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部官方网站11月21日发布消息称 从11月21日到11月30日 来自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德国、日本和美国的海上部队 在菲律宾海举行了大号为Anulax的多边联合演习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部称 参加此次演练的包括澳大利亚皇家海军、加拿大皇家海军、德国国防军海军、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的兵力 演习内容包括海上通行、反潜作战、空中作战、海上补给、快甲板飞行和海上封锁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部表示 Anulax演习是由日本海上自卫队主导的年度海上演练活动 来自世界多地的海军部队被邀请参加这一活动 以加强持久的关系,同时提高个层级的海军实力 Anulax演习提供了一个战略协调、协作和进一步加强我们伙伴关系和联盟网络的机会 是我们能够保持灵活性、适应性和持久的联合力量 能够在需要的地方和时间快速投送力量 自凯尔文森号航母9月初抵达美国第七舰队辖区以来 该航母打击群已经参加了 包括马拉巴尔-2021演习在内的多场海上联演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唐克菲大校在此前曾表示 个别国家口口声声支持自由开放 实则拉帮结伙对外施压 这是执迷于冷战思维、热衷于集团对抗的集中体现 欲求和平、谋发展、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完全背道而驰 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一道 维护世界和平、促进共同发展 同时坚决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